美国南加州大学火箭实验室又传出了壮举 上个月下旬他们把这个研发的火箭于正2号发射升空 飞行的高度跟速度都刷新了记录 成为史上最高又最快的业余火箭 并且飞越了离地100公里卡门线 突破地球大气层与太空的分界线 高度离地143.38公里处刷新记录 10月20号美国内华达州的黑石沙漠 上演一场精彩挑战 美国南加州大学火箭实验室的成员 要把自行研发的火箭送上太空 火箭已磅礴气势升空 扬起大片烟尘 这一幕让在场的人激动不已 火箭最高时速达5797公里 高度来到离地143.38公里处 刷新2004年民间太空探索团队 创下的115.82公里揭露 高了27公里以上 火箭于正二号高四公尺 重150公斤 在技术上多有突破 譬如采用防护涂料 及钛合金材质 让火箭承受高温飞行的极端环境 并且成为第二艘飞越离地100公里 卡门线的学生火箭 南加大火箭实验室 也曾在2019年发射 旅行者四号火箭升空 当时高度达到离地103.6公里 最高时速达5449公里 成为史上第一支上太空的学生团队 如今学弟妹挑战学长姐的记录 表现更上一层楼 成为有史以来最高又最快的业余火箭 文杰宾 文杰宾